大家好,我是Winkee 今天我要和大家開箱四間香港本地品牌出的月餅 我這次買的月餅全部都是早餘價購買的 所以是比平日會更便宜 我們這次開箱的有後鳥月餅 小王國月餅 Valerie 和望月 我們全部都會跟著他的建議吃飯去烤 第一款要開箱的是後鳥月餅 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平台 它會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而它這次的製造商就是齊柏林麵包店熱夢控盤 而它的價錢就是288元6個 除開就是48元1個 首先說一下它的包裝 剛才收到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型格的風格 然後再看到一些月亮和雀鳥 給我的感覺就是覺得這個好像黑夜一樣 然後這裡有個字寫著 Open up and break free 還有黑夜在場 星月守望 這款月餅拿貨的時候有點延遲 因為它的廠商說盒子還沒做好 但是我覺得這個盒子才是精髓 因為一拉開就有不同的景況 還有多了一句句子 而月餅上面都印有兩隻白鴿 白鴿的意思是自由 所以我覺得也很有意義 我們已經焗好了第一款月餅 我請了另一個試食專員 一起試食 就是我妹妹 我吃了它比較黃的部分 就有咸蛋的咸香味 因為有些是會用溝粉 這個就吃得出它真的用咸蛋黃 而且它連底部焗也很鬆脆 就是外脆內軟 我反而覺得這個 吃起來不會很膩 就是有一些會很油膩的感覺 接下來就是Valerie 我一看到的時候覺得它的包裝很漂亮 打開它是很完美的 它這個牌子近幾年很出名 就是出名是蝴蝶酥 還有茶味的月餅 而茶味的月餅我們今天都會試的 這次我們是買了湖畔小套的packing 它總共有9件 包括就是有奶黃 抹茶 還有白鴿茶 它的價錢就是$398有9件 除開大約$44一件 它這個packing還有兩包茶 包括就是普利和桂花烏龍 這個牌子它無論是紙袋還是包裝 都很漂亮 一打開個盒就有兩包茶包 還有三款不同味道的月餅 白鴿茶上面就印了ail grey 其餘兩款就印了它們的牌子名 由於技術上的問題 試吃Valerie那段片 整段都沒有聲音 所以我會用VO去講解那天的食品 這個禮盒裝有普利和桂花烏龍茶 而我們這次沖了的就是桂花烏龍 沒沖之前已經聞到一層很香的桂花味 試喝之後就覺得有一層清香的桂花味 三款月餅裡面 首先我們試吃奶鑊月餅 它的皮很薄 還有焗完之後很鬆脆 好像在吃曲奇皮一樣 它的皮、奶黃餡和流心餡都是很融為一體 之後我們就試吃比較出名的茶味月餅 首先我們試吃了八爵茶月餅 我本身很喜歡喝八爵茶的 這款月餅我覺得有點甘結味 和一般吃的月餅不同 而我妹妹就覺得有點茶葉的口感 因為她平時喜歡吃甜品 所以這款就不太適合她 之後我們吃馬乳治抹茶厚味 吃得出它是用高級的抹茶粉做 而不是死甜的抹茶和綠茶粉衝出來 如果在八爵茶和抹茶之間選擇 我們都是會投抹茶的 第二款要跟大家開箱的 就是望月月餅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但它這次是和MM和十字牌一起交換 十字牌是大家香港人的回憶 而且它是用了本地農場的奶月 它的價錢是$238四個 除開就是$59.50一個 剛才我已經開了來看它一個很漂亮的鐵盒 上面有不同的插畫 其中一個就是延伸MM其中一個節目的單元 700萬種生活的精神 紀錄香港人在不同的工作單位上默默奸運 所以其中可能有你和我都在裡面 外觀上的外觀上 外觀上望月的皮就會淺色一點 其實望月我們都買了幾年 我們都覺得望月是這幾年出的流心月餅裡面 都是最好吃的那款 所以我們就想試一下它和十字牌 本地農場的牛奶 看看會是怎樣的味道 還有剛才我妹在廚房焗的時候 我已經聽到聞到超香 暫時這麼多款裡面 是切出來最流心的一款 它聞起來都很香 很香鹹蛋味 鹹香那種蛋黃 但是它的奶黃呢 旁邊的奶黃都是滑的 我覺得它是比起Valerie那間 是皮厚一點的 而且它的皮是鬆脆的 很鬆的感覺 我覺得它也是滑的 但是它就沒有Valerie那間那麼滑 也沒有Valerie那間那麼奶香 我自己覺得 反而我覺得它奶香味沒有那麼出 有一點點像奶黃包一樣 我自己就覺得Valerie那款比較好吃 那你吃不吃到十字牌奶的味道 其實我最近喝十字牌奶 我覺得十字牌奶是蠻好喝的 很香的 十字牌奶很滑的 如果不比較之下 它是好吃的月餅 是好吃的奶黃月餅 但是如果要比較 我就會傾向Valerie那邊 最後一間就是小王國的月餅 它的包裝很漂亮 是一個香港景色的插畫 有不同的人在上月 這個應該是沙灘來的 它的價錢是162元有6千 除了開是最便宜的 27元一個 如果選擇門市自取的話 它還會送一個達摩的襟章 這個也是它們自家設計的 它跟我說可以印在袋子或者T恤上面 小王國月餅的外觀 就是這麼多種裡面最黃 看到它呢 這個是這麼多種裡面最流心 嘩 它這個是鹹蛋黃的味道 你聞一下 像平時那些流心奶黃包那種 但是它焗完之後它的皮也是軟的 它沒有之前那些那麼鬆軟 它的底部終於有一點鬆脆 它最脆是底部 我反而覺得它的甜味有種很奇怪的甜味 所以我覺得好像平時流沙包那種 它有一點不自然的味道 就是不是天然食草的味道 而裡面那個奶黃的餡 其實不太吃得出奶香 我反而覺得是人工的感覺 不過它這個奶黃流出來的 都有點火粒感 剛才那些好像沒有那麼多一粒粒東西 但是這個就有點粒粒 不過有些人可能會喜歡有口感 比較沒那麼滑 皮膚 我吃四分一都會有點漏 現在就想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這個厚料我們會覺得 看起來的包裝是很漂亮 打開的時候很有驚喜 真的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打開了 說它的月餅 就會覺得它的皮是很鬆脆的 裡面就是鹹香 剛好喜歡吃鹹香蛋黃的那種朋友 Gallery 我們會覺得它首先 它的盒子很漂亮 然後它有茶 有不同的味道 我們會覺得它的奶黃是最出色 因為它的餡是很滑 奶黃也很滑 整塊融為一體 而且它的皮是最薄的 對嗎? 它的皮是最薄的 我覺得它是裡面之中最好吃 奶香是最好 吃的餡是最滑 而且皮是最薄 而它的乳漬末茶 也是很出色 就是很濃 它的香味 而且它的茶也是很好喝 我妹說想單買它的茶 而且我們會覺得 這個是送禮最適合 送給長輩 炭茶那種長輩就很適合 剛才我妹就說 好像見家長送給男女朋友的家人 之後就是這個望月 望月我們都覺得它的盒子很漂亮 它的皮是最厚 但是我和我妹都喜歡吃的皮很厚 它的皮都很鬆化的感覺 有點像蛋撻的牛油皮 但是又沒有那麼厚 還沒說到3-4厘米厚 在這四款月餅裡面來說 皮的存在感是比較重一點 因為它也很鬆化 但是比較弱的就是它的奶香味 沒有那麼出色 可能我們企望太大了 我就沒有覺得好像有十字奶的味 但這個如果是送給朋友 或者年輕的 可能上司那種都不太適合 因為它的插畫很漂亮 鐵罐 然後就很年輕的感覺 不會像普通傳統月餅 而且插畫也很漂亮 它是哪一個畫 剛剛看到的 Muving Drawing 它的鐵罐放在這裡其實也很有用 就是你收納 做其他東西 可能比較其他牌子 可能是一個紙盒 可能相對上下訂 或者你吃完月餅也沒有用 但這個鐵罐是很漂亮 就是你留在這裡做紀念 所以送給很喜歡MM的 又可以買這個 很喜歡十字牌的 還有我看到它用小雪 好像也不是第一年 所以我們也有買 但是遲些拿 最後是小黃角 我們會覺得它的皮是會軟一點 只是平日奶黃甜品那種 就沒有那麼像月餅 而且它的流心 是有一點火粒感 如果是喜歡流沙有咬厚一點 還有喜歡皮沒那麼脆的朋友 可能也適合 還有這個我覺得會甜一點 是的 會甜一點 還有我覺得值得一提 它的CP值是超高的 因為它是最便宜的月餅 在這裡裡面來說 好像是$27一個 這盒六個 還有它裡面的襟張 啊 我也要讚一下襟張 因為我本身也很喜歡達霧 而且它做得很漂亮 真的 它有平安兩個字 如果下年要你再買 你會買哪一款 我會在兩款之中掙扎 我猜 是這兩款 望月和Valerie 沒錯 我覺得我也是會選這兩個 如果我選的話 如果真的選一款 我會選Valerie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它的茶 它茶配月餅 我覺得是很絕配 而且它的奶黃真的很香很滑 然後望月呢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Clossover版 在這幾款裡面是偏貴的 它好像$50幾 $60一個 脫開差不多 我們的分享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抽時間看我們的影片 希望大家也可以參考到我們的影片 去買自己心儀的月餅 如果喜歡看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CLSS我啦 中秋節快樂 拜拜 是它這個牌子的出名 這是VL的澳妹說 不是出名還是出色 我覺得可以再濃一點 奶也挺特別 如果它搭鹹蛋黃 這個是挺特別 如果你吃月餅 你覺得有點悶 你會覺得奶黃 可能近幾年出產 你都覺得悶 那所以你來坐在一起嗎 你還是在一起嗎 Crystal 我現在想要看